记者林郑平台北报道,30岁是郭学福的蜕变年,他首次推出个人EP,也举办首场的生日音乐会,7月底将在推出首本个人写真蜕变Raybun,远赴巴黎跟南法拍摄。 金枪先示出他的私密出预兆,穿住宽大的男友T,大秀绝对领域跟逆天长腿,展现小女人的性感风。 在巴黎拍摄期间,时值三月刚融雪的季节,温度约摸10度,因为天气预报都是下雨天,所以雪浮抵达巴黎时也不免俗地鲜化直至乌龟烧掉,祈求接下来能有好天气, 可惜天不从人愿,那几天大部分的天气依旧是绵密细雨,在细雨中拍摄的雪浮也自嘲说,今天回去不用洗澡了。 敬夜的他依然在10度低温中穿住薄衫帽鱼咬牙拍完照,令工作人员又心疼又赞佩。 为了展现在巴黎的日常生活场景,摄影团队也商界了在马黑区的公寓,让雪浮伸住Gokshi的Office T, Shirts 套上浴袍,半跪在浴缸中宛如芙蓉出水般,修长眉腿依然无疑,书里还包括擦纸加油,盼香水,看书,换灯泡,逗猫丸,拿报纸,挑书果,等地铁,画画。 另一组照片中,雪浮在皇家公园里以一袭黑白条纹礼服站在黑白圆柱上,宛如一幅雕像,神秘而为美,如同写真书主题蜕变,挥别过去,拥抱未来的绝世独立于自我的世界,面对未来态度更坚定,更充满自信。 30岁是郭雪浮的腿变年。 好妙于乐,郭雪浮在写真里大修白嫩长腿。 好妙于乐。